嗨 大家好 我是傅彥堂 我是劉彥亨 我們是那個中部地區物件署最多的頻道 當然我們的物件 CP值也最高 記得看我們的影片就是要訂閱 對 而且還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上架的物件 沒有錯 我們還是在台中市的清水 我們今天幾乎多拍的都是 清水的一系列 晚一點可能會去別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有拍清水的 等一下 不是 最主要是 請 請各位 請教訓我們的頻道 對 我們今天拍的清水的案件都是 比較好入手的 而且都是 那個他的 希望你們就是耐心看完 OK 那我們今天來 拍的這一間 後天400萬 400萬後天一定 有很大的缺點 當然啦 我們來先看第一個缺點 他旁邊就是個公廟 私人公廟 對 然後呢 第二個 他這個路是尾巷 尾巷 然後 他 屋況也超級差 這個是等於 地屏多少呢 地送屋而已 對 地屏多少呢 地屏27屏半 當天28屏 但是27屏裡面有 7屏是這個陸地 7屏是前面這個陸地 對 但是呢這個公廟 雖然他現在有用花盆擋住這個路 有用花盆擋住這個路 但是 但是他們 是有承諾說到時候有買賣 你們車子要進來他們會移走 他們會移走 因為這個 已經算是繼承向道了 基本上 就是不能夠把他擋起來 不給人家過 對順便提醒大家 這一間呢 他是買地送屋沒有錯 這個地呢是住室 可以營燈的 對 那 我剛看我算一下他的27屏半嘛對不對 那大約的話他的那個 每一瓶的話是 400 除以 27.5 等於這個一瓶是14萬 住室喔 對 對 所以呢 這間房子呢 是欠修禮沒有錯啦 你花50萬也是整理 100萬也是整理 我們剛才是有介紹 一塊 建地 一瓶19萬 對 他這個 好就算是空地 一瓶是多少 10幾萬 14 萬左右 對 14萬然後再送你一間房子 只是房子 你要爽修啦 對你就是要多準備一些那個 那個 裝修的那個 費用 那 其實你要在清水現在 他們都已經 建商已經炒到變成是二字頭三字頭了 我們也講很多次 所以我們還是會來排就是因為他這個CP值還算高 雖然他的缺點很大 但是你要能接受他的缺點 400萬你去哪裡買透天啊 拜託 這邊是台中 好 然後當然你他私家登錄一定都有最便宜的 已經私家登錄 一定有很多更便宜的 但是呢 你也買不到了啦 那個都是過去式 對 好 那 沒辦法 這一些東西都是隔壁宮廟的 他們到時候都會清空 然後喊前面呢 他也有承諾就是那個什麼 道路上面的那個 他用清空 那既然的話他有承諾說 就是說到時候有買賣的話 這個也要清掉 然後包含 還有那個 那個擋路的那個花盆也會清掉 對 所以是 這個宮廟是有良性的喔 老公 這個是不是 廁所他已經用雜物擋起來了 對 你現在等我 還有 你可以看他後面 後院 對 後院他有針件啦 這是廚房針件 只是他現在已經擋起來了 我們就不進去 但是可以看得到 他沒有後門了 就這樣子而已 OK 我們去樓上 好喔 這一間你進來 會有一個感覺 什麼感覺 這是不是海沙屋啊 對 但是屋主說這個不是海沙屋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第一個 如果是海沙屋 他一樓 就會有 水泥剝落 但是一樓沒有 不是只有水泥剝落 我記得我看過的那個 鋼筋裸肉 對 他鋼筋裸肉的部分啊 他那個土啊 就是他水泥的部分 不用手可以剝得動 對 就是這樣 糊糊啦 就是即使是一樓也會這樣 但是一樓沒有 但是他不是 你來看 真的是糊糊耶 不錯啦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因為他這個樓之前有 他這個一樓 一樓沒有 但是二樓有 代表 因為他這個是兩層樓的建築 對 我直接上三樓 給大家看 怎麼看勒 因為他只有屋頂 屋頂會飄 他只有屋頂會飄水泥 什麼意思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感覺 喔 了解 這個水直接滲到 滲到天花板去了 這邊樓上的水 直接滲到天花板 原來如此 那我們再下去 你可以看到他上面都沒有遮蔽 都上來了 不要先拍清楚一點 他上面都沒有遮蔽 所以水都一直滲下去 而且這邊是海邊 這邊是海邊 如果這一個房子 風 50年了啦 都沒有居住啦 你看 水 已經讓雨水 進了50年了 了解 所以他的水泥 難免 頂樓這邊會有一點 剝落的狀況 好 隔壁有整理 對 隔壁是有整理的 那你去看隔壁的 實價登錄 整理前 他花多少錢 他花300多萬 嗯 他花300多萬 好 啊 然後300多萬買來 又花一兩百萬整理 所以他這個 總共花500多萬 OK 好 你剛剛有問清楚了 對 原來如此 你去查實價登錄 隔壁 實價登錄就是300多萬 小心喔 那我們的 我們開價 400萬 那 目前有人出 斡旋330 屋主不賣 屋主說他要賣380 所以 你願意出到380 就來 請跟我聯絡 對 那如果你覺得你可以砍很多 那就不要了 那就放棄 就覺得不要浪費時間 對 來 看這邊 如果他是海沙屋 我跟你講 連這個 磁磚都留不住 你看這個磁磚 而且最近又有大地震 還是完好的 他這個磁磚還是完好的 了解 他只有內部這個天花板 因為 上面的雨水累積 一直滲下來 所以 他已經 有一點秀屎了 但是這個絕對 屋主保證不是海沙屋 你就是要好好的 整理他 欠修理 欠修理後面 那這間要整理 這樣子要花多少錢 隔壁花100多萬 100多萬 那如果你買 這間400萬的話 就價格100萬 500萬 400萬因為還要中間費 還有 那個計稅再出費 那這樣花一間透天 500多萬 漂亮 好 對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呢 後面有一個小陽台 還有廁所 這邊還有一間廁所 這個自己在改造 那個 現在很多車經過那個是零港路 對零港路 對 那這邊也有自助餐店 這邊生活技能 還算是不會說很差啦 因為 你要省眼吸收車的話 這裡生活技能明明就很差 這裡超偏僻的 至少離outlet很近啊 我又不是天天要逛outlet說 那邊天花板都已經破了 就是自己整理 對 像隔壁這樣子 像隔壁這樣子 隔壁這樣子他有弄過的 對 所以你不用請自己花錢整理 你不要跟我講說你買還要 你這個有什麼滲漏水問題啊 管線的問題 以現況交屋 現況交屋 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但是我們保證 第一他不是雄宅 第二 他沒有海沙屋 也不是輻射屋 三大保證 非海沙屋 非輻射屋 非雄宅 我們只有這三大保證 對就是買地送屋讓你去整理而已 對 剛剛我是不是講說這個一瓶是多少錢 14萬 14萬 14萬比我剛才的建地還便宜 對啊那個也是住室建地啊 對啊這個也是住室 如果你要買小瓶室的話可以考慮這一個 屋內 21坪 14.5萬 對 室內21坪 室外這個陸地有7坪 對 陸地有7坪但是如果 你如果擔心 萬一這個公廟 買了 講歸講結果壞不宜怎麼辦 我們這邊還有一條路 其實是還有路 那個也是吃人路 目前是給大家過 對 就是目前 目前這個地主啊 現在這個水泥路啊 目前這個地主是慷慨的給大家過 給大家過 對 這邊還是可以出 還是可以出來 這邊都是私人地喔 這邊漲草這個都是私人地 包含這條錄影池私人地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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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概是這樣子 噗 大概 讓我們看一下再看一下外觀 看一下隔壁怎麼整理的 你不是說這一間嗎 沒有 那個是大豪宅你不能這麼說 喔這是隔壁的 老公 我們走出去一下嗎 好啊好 這邊也可以通耶 噗對啊這邊路四通八達 哇這真的是大豪宅耶 文心路 欸我要給 給大家知道說這個地點在哪裡嗎 好這邊就是林港路 幾段 五段嗎 看一下 幾段 應該也快賣掉了 因為 已經有人收穫圈了 真的喔 對啊 收穫圈330啊不賣 我剛才也講啊 這邊走出去的話 走到外面出去的話右轉就是那個 橋竹門市 什麼是橋竹 橋就是乖橋的橋 竹是 賣什麼的 7 喔7 竹是竹子的竹 然後 你說的剛剛的那個是林港路的 幾段喔 6段 6段 這也是6段 這也是4段 所以就要幹什麼 那是3段 那是8段 我來的 我來的 那是8段 我來的 這就是9個 剛從這邊這個路比較好走的出來對不對 它其實也有一條路 比較近啦 但是呢路比較就是一台轎車被經過而已 這邊都是大車喔 這邊是台中港 很多大車 這一條 我的路就是從阿隆斯進去 從這一條阿隆斯進去 從這邊進去 台中港肉園 不知道有沒有 然後這邊還有麥克風 好吸引人喔 也餓了齁 等一下來去吃檔家比哥 好 這邊就7 你要在哪裡夠接雨 欸貓咪欸 好好好 它在哪裡接雨 這邊的門市不能進去 我們在這邊 這裡還有一隻 他們在養貓 不要照到人 好大概是這樣子 我剛剛說這一條是那個 臨港路六段 美人魚碼頭 對 在美人魚碼頭旁邊 觀光漁港 福氣觀光漁港 那這邊呢 這邊就是那個阿 福氣觀光漁港 就是那個 裡面有漁市場 你看嘛 這邊有寫一個美人魚碼頭 我剛剛有講 好那我們離奧雷特有5.1公里 嗯 對 大概10分鐘就到了 借我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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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記了喔 現在建商來這邊呢 海景第一排都插旗了 對 都已經超過 第一行情 我們這個是第一行情 我們甚至買的比建商還點 對 好 如果建商你們要買建地的話 我們剛剛也不少 我們花了很多的心力 和時間 就是和三位地主都已經 喬好了 如果你們有喜歡那一塊 可以蓋三戶的那個透天 對不對 或者是獨棟大別墅的 也想要 對 請找我們 請找我們 對啊 好 大概是這樣子 你的12個開始吧 對 如果有喜歡趕快跟我們聯絡 好 那 記得找我們 如果不喜歡 沒關係 我們拍攝了非常多的 物件 歡迎 到我的頻道裡面 搜尋一下 看看有沒有適合的物件 當然 都不喜歡沒關係 還是要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每天都會上加新的物件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遍中部地區 最多的不中產 房地產 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 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 也不怕你買後衛 對啊 所有拍攝都是一鏡到底 一到位景 沒有剪輯 沒有廣角 沒有美化 對 如林現場一樣 對 只要在家裡輕輕鬆鬆的滑手機 滑平板 看N9TV的YouTuber頻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白 知道這個 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而且我們已經幫你節省時間了 對 那個要收銷的案件 地址位置都很清楚給你 就看你適不適合 喜不喜歡呢 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子囉 謝謝大家支持喔 好喔 好 下去投屏下一件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